大家好,我是顾爱薛辰 这个视频进入咱们今天的突击大盘 其实有些亏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对于很多散户来讲 为什么没有避免 核心无外乎两点 而两点当中最核心的 还是对自身的要求够不够严格 第一点的话是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 当前市场是属于弱势延续 下跌延续持续新低 二,熟悉修缠的朋友 持续收听的朋友的话 应该是一路下来印象深刻 咱们从5月23号的时候 当时就指出复盘的时候 当时讲到日线MSD顶背离 磨得呼呼 体材横入 而在5月3号这一天晚上 在学员群里面就讲到 接下来是属于少做少错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呢 等待就好 好 那么当前呢 从3174点位以来 它还是日线的一笔下 今天上午盘的话呢 基于新低 还是沿着武军向下运行 而且呢 没有出现墙底分行 没有出现墙反高阳线之前 沿着武军下 那么视为向下比的延续 好 那么日开向下比的延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没有出现分行之前 视为向下的延续去跟即可 出现分行了 然后呢 再去考教 分行的强与弱 以及有没有多头力量的呈现 好 这是日开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从分钟级别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表达对应的 在五分钟上 它还是一个五分钟攀整下小臂离开的延续 因为呢 又给新低 而且的话呢 从3174以来 咱们前面的多次做出过这样的处理 而且呢 指出前面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勾进 而且呢 这个中枢的区间比较窄 视为奔走中枢 而且呢 奔走中枢在禅论中枢勾进当中 代表的是远方向的力量会比较强 好 当前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新的 五分钟小臂的 向下离开 在向下离开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反向的五分钟线段 所以说呢 它还是五分钟向下线段的延续 五分钟小臂的 离开中 好 这是五分钟走势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再给它做一个 基础技术的回顾 与应用 也是之前的反复讲到过的 就是MICD的强弱周期循环 那么这里面呢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来看 例如说 从五月二十三号以来 三十分钟 MICD下零周 那么从五月二十三号到当前 三十分钟MICD呢 它始终保持在零周下方 处在这样的一个弱势 周期当中 同时在六十分钟 也是在五月二十三号的这一天 MICD呢 始差下零周 始差下零周的同时 截止到当前 它还是在零周下方 那么这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典型的弱势周期公认 那么前面的话呢 在结合前面讲到的 也是为什么 在五月份 六月份 对于市场的态度的话 是属于弱势的特征体财 没有延续 而在五月三 五月二三号呢 当时指出的是 列说对应的 日线MSD顶背离 内部的话呢 它是有三十分钟 组织结构和背词 然后的话呢 再结合 接下来呢 MSD三十分钟 六十分钟 入手出去公认 那么当前的话呢 就需要观察 和等待什么时候 改变这样的特征 改变特征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日开等待分行 五分钟等待结构转强 三十分钟 你可以用MSD的视角 等待经常上零周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被动的 傻瓜式的 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一个等待 那么等 这样的信号呈现了 那么背后呢 再观察 有没有量能的进攻 有没有资金局的方向 有的话呢 积极把握 没有的话呢 积极等 意思说呢 从五月二十三号 甚至说呢 如果说看创业版 指出了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呢 大同小异的 这样的一个基点 只不过咱们 在五月 指出 市场就有转弱的特征 当时属于量价关系的视角 意思说呢 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 市场当中 是属于多做多做 少做少错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 尤其是连续 普遍的 呈现的是一种普遍 或者是 体材持续下行的 一个状态当中 在市场 落飞刀的一个阶段 你能够 让自己不挨飞刀 能够让自己 少亏损 其实呢 就是一种 生命 当前呢 像创业版指出而言 这个位置呢 急于下行 它对应的 还是日线 一笔下的延续 日线一笔上 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的延续 那么这个日线 一笔下的延续呢 前面 在上周三 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指出这个位置 MSD将金布金 防范并未跌 当前来看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 向下的延续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看分钟级别 来去观察的话呢 这个位置 咱们前面是做出 这样的一个处理 处理的话呢 当前跟踪 围绕着前面 这个中枢 如果说那后面 出现反出 连1800点都不能接触 就说那前面的中枢 下也都不接触 还是新的五分钟 三零卖点 如果接触了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 有没有量能的体系 有没有进攻性的 这样对于板块 像对于板块跟踪的三要素 怎么来去衡量市场强弱的因素 这些的话呢 只要说按部就班 的去堆照 都能够得到一些 简单的观察 结论 但是呢 重点在于自己是否能够按照相应的方法去执行 还是说停留在侥幸的层面 以至于越陷越深 好 那么对于当前的一个市场的看法 或者当前市场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恒弱 而且从个股观察呢 它是属于涨少低多 从体材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市场随弱 而且的话呢 对于板块而言恒弱 只不过呢 在恒弱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板块 像半导体 它是呢 在相对弱势的环境当中 还能保持有一定的量能堆积 那么呢 它是值得去跟 只不过呢 对于更多的板块 更多的体材方向来讲的话呢 当前还是属于乡下的延续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不管是从日线比观察分行 结合五军 如果说呢 呈现了若阴若延 但是呢 在五军的压制下 上不去五军 那么呢 还是一种恒弱的状态 出现强给分行 或强返保阳线上五军了 那么结合板块内部的个股 有没有集体性的表现 好 对应的 对于当前的市场态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就属于依然保持耐心等待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即可 好 那么方言整个 六月份 当前的回落的话呢 和当前的下跌 那么它是能不能持续延续 还是到底在什么位置 或什么的节点会呈现转折 我们只需要观察 不需要猜测 这个观察的话呢 那么用简单的方法论的视角来看 什么时候出现了强反薄带量的阳线 或出现了强底分行带量的阳线 作为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节点 那么内部来看的话呢 就要看有没有 具有明显的板块带动性的方向呈现 如果说呢 从表技术的表现来看 出现了强反包的阳线 或者出现强底分行了 从板块内部 或者从理得层面来去观察的话呢 又有相应的板块 相应的体材 板块就有带动性的 资金取决的方向呈现了 那么呢 积极的去把握 风险是涨上去的 机会是跌出来的 但是呢 核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见到进攻性的多头力量 没有见到进攻性的多头力量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或者当前这种状态 那么呢 多等一等 好 这是呃 今天图解大盘的内容 那么具体根的话呢 SK观察下五分分形 五分钟结构的话呢 来观察一下的是 五分钟结构的强引入买卖点的转换 当前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攀整下小臂离开 那么呢 围绕着前面的中枢 如果说出现五分钟线端的反出 和接不接触上方的五分钟中枢 如果说呢 不接触 它还是一个五分钟三连卖点 接触了 那么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进攻性的量能表现 那么像创业版指数也是如此 创业版指数呢 也可以用日开的话呢 观察分形和五军什么时候呈现 好 那么呢 五分钟呢 也是结合前面的五分钟中枢来去跟 那么如果说用MICD的强热循环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尤其是对于大盘当前是处在一个三十分钟六十分钟弱势周期公正 而且呢 日线它也是属于下灵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下灵轴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想要从弱转强 最起码呢 先从小周期列数上在三十分钟MSV再度净差上灵轴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纪念 如果说呢 没有始终保持在灵轴下方运行 而且它是多周期都是在灵轴下方 那么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很弱的状态延续 好 这是简单的方法论去跟 好 这是今天呢 突几大盘的内容 希望呢 更多的朋友能够 在 跟随市场 观察市场的过程当中 能够总结或者是受到一些启发 然后的话呢 进而对自己的交易的行为和纪律有所加深 有所改善 好 再见